但是我們要來看到是英國的這個曼徹斯特機場 英國第三大的機場 竟然出現了全面大停電的狀況 當然影響了非常多的航班 總共有12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 影響超過9萬人 從地鐵站出口到航下入口 這群人拉著行李擠在一起動彈不得了 我猜想可能會有一個火或爆炸 箱子在全面 完全有千萬人 你不能看到 這裡是每天有8萬人進出 號稱英國第三大的曼徹斯特機場 當地週日早上 機場內是這副模樣 行李轉班前甚至沒有燈光 還隱約響著警報聲 不少乘客竊竊私語 就想知道機場到底怎麼了 這一天的曼徹斯特機場 有66架出進 和50架路徑航班被迫取消 約9萬人受影響 至於混亂的原因 是電纜故障造成的停電 機場總經理緊急出面道歉 不過有乘客正軌 這樣的狀況在所難免 還好曼徹斯特機場電力已經恢復正常 週一的航班不受影響 特別訊問最後報導 賣家的朝聖路怎麼變成黃泉路了呢 尤其因為天氣太日的影響 在這次的朝聖路程當中 總共造成了1301個人被熱死 還有將近50萬人出現重暑情況 穆斯林的宗教盛世 賣家朝錦之旅 今年在涉事51度高溫下 變成挑戰人體極限的死亡之旅 真的是熱暈 富人臉色漲紅 痛苦哀叫 儘管沙烏地阿拉伯 正設一整排的灑水柱 還有風扇 但今年還是有超過1300人活活熱死 沙國表示死者當中有超過八成三 都是未持有合法許可的朝聖者 因此不能使用官方的交通工具 和降溫設備 長時間曝塞在沙漠中 又需要大量步行 美國馬里蘭州有一對退休夫妻 就因此死在賣家的朝聖之旅中 女兒好心痛 因為爸媽花了2萬美元 折合台幣大約65萬元給旅行社 沒想到旅行社疑似沒有許可證 現在熱死在異鄉就連葬在哪裡都不知道 另外也有朝聖者說 因為太多人就地休息 可難分辨到底是不是真的熱傷害 也讓今年這超過1800萬人的朝聖旅途 變成很多人的黃泉路 一度與外界隔絕 宣布進入警戒狀態 而大規模土石流導致三人失蹤 目前一人被發現死亡 氣象部門表示這是30年來罕見降雨 義大利也遇上極端天氣 快艇水面上再浮再沉 科莫湖天氣奏變突然刮起強風 45名遊客困在湖中動彈不得 直到清晨海警隊才救出所有人 美國同樣遇上惡劣天氣襲擊 愛爾華州發布龍捲風警報 連帶這幾天短時強降雨 當地緊急進入災難狀態 河水水位超過1993年洪災 當時愛爾華州的21個郡 撤離低洼地區居民 週末兩天部分地區甚至降下 457毫米雨量 包括愛爾華州不少河流水位 這次創下歷史新高 中西部超過百萬人收到洪水獄警 迷尼蘇達州也很慘 電影院座位被水淹沒 水位至今還沒消退 而西南方新墨西哥州 上週也暴雨釀災 同樣頒布全州進入洪患緊急狀態 TVBS新聞中島 未來我們的環境威脅除了剛剛看到的全球暖化 還有氣候變遷之外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威脅就是人口老化 而現在呢日本也可以說是全球世界上老化最快速的國家 但是呢搭配他們之前在泡沫經濟的時候 瘋狂蓋摩天大樓的狀況之下 其實加起來就會讓很多的辦公室 甚至很多的摩天大樓都無空間 可以供應這些應該說 其實都有可能會出現閒置狀況 也變成日本的一大問題 市中心鬧區高樓林立不只是經貿大樓 還有一般住宅也蓋高樓層 這是大家對東京的印象 居住在這裡的居民 住高樓大廈也習以為常 而日本推動百年都市計劃 2000年以後積極推動都根 以高層大樓的翻新包含外牆 拉皮 陽台防水等等設施 費用不斷提高 再加上老年化 很多原來住在高層樓住戶 開始有不同思考 日本在泡沫經濟時代高樓層一棟棟蓋 到了2023年底 全日本有將近1700棟超高層大樓 主要集中在三大都會區 而在經濟成長期 前後興建屋林30年以上 佔超高層大樓的一城 屋林20年 在10年要做大規模翻修的高樓更達到三成 高樓大廈收散費用昂貴 要年長住戶拿錢出來補貼收散 就是一大難題 日本他們在整個一個大的都會裡面 他們其實會做定期的一個所謂的都根 可以帶動很多相關的 這些產業的再度發展 比方說你先上水泥業也好 鋼筋業也好 就能夠創造所謂的就業機會 他們這長達的計劃是 二三十年的一個計劃 那所以他的經費已經補助到那邊 但是因為現在整個狀況又改變了 包括我們在講說 少子高齡化這些狀況 現在未來其實大家越來越不想住 這個高樓住宅的原因 全球大都市的市中心都一地難求 一有土地都會盡快興建高樓大廈 但在日本神戶市反其道而行 禁止在市中心部分地方興建公寓大廈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人口不斷減少 2011年神戶人口達到巔峰後 根據總務審數字 2023年神戶人口年減6,235人 跌幅位居日本最高 就是說他們避免人口一直往市中心去擠 然後導致說你市郊的房子被閒置 變成廢墟 其實日本就有現在這個狀況 就是偏鄉的房子沒人要 但是市中心的房價一直在漲 房租也一直在漲 我覺得他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的產業發展不平衡 日本人口老化嚴重 再加上出生率也逐年減低 避免蓋高樓成樓文字館 還得付出龐大修繕費用 都市計畫不得不逆風 而且日本的住宅屋頂房路 五年補一次 十年大修一次 外牆是十年翻修一次 對比台灣老屋重建速度 似乎慢了好幾拍 就是說政府獎勵企業 但政府獎勵企業這當中 他們其實有很多的 所謂的法律規範 讓你不要私相授受 但是在台灣經常就會走偏道 所以我真的是 其實我想要改革這個地方 我想要都更這個地方 到後來大家會質疑說 你的錢是不是流到 某一些特定人士的手上去 在整個就是都市的 包括建築的這些法規 這些相關裡面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 定期的一個去思考 我們在什麼時候 我們是不是必須有些大樓 有些地方 可以重新把它打掉再蓋 看看日本他們在做的事情 跟想想我們自己現在的狀況 日本想要大型住宅 帶來人口迁徙或是稅金 恐怕難持久 不過反觀台灣現況 都更速度 雖然遠遠比不上 日本的都市修繕速度 但台灣往中南部 推動科學園區 工業區帶來的人口迁徙 確實達到成效 台灣一直把產業引導到 這個中南部的 這個比較 房價沒那麼高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平衡 那個城鄉的發展 但是日本這一部分 做得不是很好 以台灣來看 雖然都市不斷翻新蓋大樓 但老宅的安全性 恐怕才是必須得 儘快處理的問題之一 或許大家現在看日幣 每天都看它越跌越低 感覺非常開心 因為感覺去日本玩的 成本又更低了 但是對日本政府 甚至對全世界來說 這可是一個噩夢 我們先來看到 日幣台幣的匯率賣出價 在今天上半天 一度來到0.2063 已經是再度跌破了新低點 所以說現在就很擔心說 全球對日幣會失去信息 日本的官員就說了 如果有必要的話 日本準備好對外匯市場 進行全天候的干預 只要發現真的太誇張了 就會進場 而且美國也把日本 列為外匯的監控名單 翻譯就說了 目前看起來 要真的讓日本政府出手的話 可能要看到一些 特別重要的關卡 他說必須要高於160.2 160.2左右 當時4月底的時候 觸發買盤的時候 才會進行干預 所以恐怕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還是認為說 很多人認為說 你或許想要撿便宜 但是也不用急著撿 因為目前看起來 還是維持在一個非常低盤 好一段時間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這樣子經濟的現況 對很多的年輕人來說 是非常大的壓力 而且不只是經濟上的壓力 還有心理上的壓力 都是在日本呢 現在就有減居足的浪潮 他們不出門 不上課 其實也不上班 他們通常會處在一個 狹狹的空間 然後過著內向的生活 隔絕數月 甚至好幾年都不出門 當然經濟壓力是一個 還有身心壓力 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關鍵之一 但是它可能會衍生出 更多的社會現象 就是很多人在家裡 呆到身亡 變成一種孤獨死的情況 尤其日本這樣的情況 非常普遍 15歲到64歲 大概有146萬人 甚至一個更通俗的名詞 叫做加里敦 大家可能別人想說 這應該是老年人的專利吧 也不是喔 因為年輕人的狀況 也非常的嚴重 像我們15歲到39歲 包括沒有出去上格的 然後辭職的 至少也都接近兩成 而40歲以上的當中 辭職在家蹲的人 也不少 來到了4成5左右的數字 窗邊書桌 放一盞台燈 桌上文具公仔 還放了幾本字典 看起來再正常不過的房間 是這位22歲東京青年 每天窩著的地方 大部分時間都在家 不就學 不就業 不想社交 也不想找人說話 打遊戲滑手機 度過一天 這在日本 其實有個專有名詞 Hikikomori 中文叫家裡頓 定義是連續6個月以上 不太走出家門 幾乎都窝在房間 如果出門 也只會在家附近採賣 像這位22歲男子 小學5年級 被同學霸凌後 不想上學 中學只讀一星期 就放棄 寒授課程也半途而廢 成了家裡頓 而家裡窩久了 負面情緒也在堆積 但他不是最嚴重案例 疫情前日本政府曾經估計 全日本至少115萬名 加里頓族群 2023再次調查 便大約146萬 等於每50位15到64歲人口 就有1人 東京都去年調查 就算不是加里頓 也有將近四分之一受訪者 經常因為負面情緒 就不出門 而疫情過後不只日本 越來越多國家發現 加里頓 根本成了全球現象 從美國到非洲 耐吉利亞 再到歐洲的丹麥 法國 都有相關研究 這位法國媽媽很擔心兒子 但光焦慮沒有用 家人往往能成為改善的關鍵 回到日本 政府越來越重視加里頓現象 也開始想方法伸出援手 各級政府設立諮詢專線 還有精神科醫師 嘗試用對話機器人 協助加里頓的人 建立溝通社交能力 另外九州大學也有研究 未來可能用血液樣本 就能及早發現加里頓 傾向的患者 盡早介入改善 甚至開始治療 特別喜歡縱化島 中國大陸炒作白胡椒 價格飆漲 豬肚雞 廣東傳統地方名菜 有非常濃郁的藥材味 和胡椒香氣 豬肚雞要好吃 白胡椒肯定少不了 胡椒拿來做豬肚湯 但近期 大陸的白胡椒價格暴漲 從每公斤新台幣90元 漲到了每公斤310元 更離譜的 還要漲到新台幣400元的 漲幅高達4.4倍 現在比較很貴 一定45 是哪邊產地 海南 海南嗎 海南 為什麼也沒貨 之前我們賣26 25 就從那個什麼 有兩個月 兩個月 你看看起來吧 出貨都要30多了 不只白胡椒 黑胡椒也漲價 從今年1月份的每公斤台幣100億 漲到目前的220 整整翻了一倍 根據瞭解 去年暑假 大陸中藥才上漲 包括了新香料 有市場人士認為 純粹是人為炒作 我們叫肉量的話 不是好大 現在漲價是人存貨 在於一部分 然後還有包括天氣產量 這個在於一部分 如果天氣 如果碰見 結果的時候 碰見下雨了 陰雨天了 或者天氣漢了 天氣漏了 這個很難講 胡椒既是常見的辛香料 又是調味品 也是中藥 大陸專家表示 大陸的胡椒商家 庫存比較高 再加上當地市場 胡椒價格比國外便宜 在這樣的情況下 熱錢湧進來 大家頻頻換手 就把價格炒高了 不少人就呼籲大陸的農民 不要盲目跟風擴重 免得價格崩跌 血本無歸 TVB新聞黃建國 陳向如綜合報導 而中國大陸現在 則是出現了通縮現象 恐怕會邁入日本後塵 街上不少小吃店 連鎖餐廳都貼出新優惠 因為在大陸 民眾的消費意願開始下降 在吃的消費上 更是要能審則審 餐飲業更是順勢推出窮鬼套餐 因為這些都是消費的一個 刺激消費的一些手段 從這個疫情開始後 到去年變下半年 我感覺是因為大環境的改變 的確大家對於這個消費上 好像有一些比較保守警政 在中國大陸生活20多年的Jeff 也有感受從疫情後 消費力道下降 所以餐飲界也順勢打出折扣 或是便宜餐 不過對於未來景氣復甦 仍然很有信心 說實話 經濟雖然大家不是這麼看好 有很多產業 但是絕大多數的上班族的 沒有太大的影響 我覺得像最近我看到了一些 一些經濟的一些 或者是商業的一些活動 我覺得我個人感覺會越來越好 年輕人薪資沒有調漲 整體消費醫院下降 許多民生用品食品價格 只能往下調 而當價格下跌 也影響了企業的利潤 消費者也可能會因為預期商品 未來會更便宜 變得更不願意消費 所以當你預期說 你明天買一個包子5塊錢 今天買10塊的時候 你會降低現在的消費量 然後去預期說 我明天會買多一點 你會越預期說 其實我的消費動能會往下降 所以它會讓整個市場上流通的貨幣 就開始減少了 大家都期望你是所謂的價格下跌 所以他就想盡辦法要去做更好 或是更多的成本的控制 這個時候他能夠付給勞動者 或是付給我們的工作者的薪資 其實也跟著往下降 可是你的收入沒有增加的情形之下 你反而沒有辦法讓整個社會 會有一個正向的消費 根據中國大陸的官方數據顯示 3月份CPI微幅上漲0.1% 低於2月的增幅0.7% 也低於市場預估的0.4% 而在3月 而3月在服裝、旅遊和教育等等領域的價格上漲 但蛋類、鮮果、肉類價格都是下降 食品、醃酒類價格比去年同期下降1.4% 也等於抵消了CPI漲幅 另外在交通工具類價格也下降了4.6% 我們看到這個疫情期間 其實造就一批新品 也就是說它的中產階級人數在減少 那再加上這個青年失業率的一個暴增 所以這個都會讓這個中國大陸的消費者 對消費的這一個部分會比較縮手 就反映在它的這個PPI跟CPI的年增率上面 另外再看到3月生產者價格也下降了2.8% 是連續第18個月的下跌 生產者物價指數下降0.1% 而這樣的狀況有可能讓大陸經濟步入日本失落30年困境嗎 當中國大陸走向通貨緊縮之下 除了在2023年目的將中國大陸國債展望降為負向 惠譽信平也宣布將中國大陸的國債展望調為負向 更預估大陸今年的經濟成長將從去年的5.2% 放緩到4.5% 它現在無論是在貨幣政策或是財政政策 其實都有這種捉襟見肘的情況 比如說像財政被降評 然後貨幣方面流動性陷阱 所以說現階段你說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問題 剛短近期的未來是無解的 中國大陸的問題不僅得穩定政府債務 也得調障上班族的薪資 刺激民眾消費才能有效提升整體經濟 TVBS新聞與其他劉均台北採訪不到